四妾贼入室盗窃 偷不过瘾半路返回接住偷 事件发生在5月3日晚9点30分左右 当时该户居民外出不在家 根据监控画面显示 四名妾贼通过二楼卧室窗户闯入屋中 偷走了一个用螺栓固定在地板上的保险箱 之后妾贼从前门离开 一名妾贼试图将监控摄像头扯掉 随后妾贼驾驶一辆深色SUV离开 夸张的是 妾贼似乎没偷过瘾 不久之后一名妾贼再次回到家中 偷走更多物品 根据屋主描述 妾贼偷走了大量个人用品 包括一个装着上万现金 珠宝和传家宝的保险箱 屋主表示 妾贼还偷走了他父亲的金袖扣 那是父亲给他留下的唯一物件